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月华怒了 杜华为王一博出头 诽谤造谣绝不姑息 沸沸扬扬的恒电事件 持续了好几天 娱乐圈的男星纷纷成为争议焦点 其中王一博是无辜躺枪的一位 人在北京忙着拍摄人鱼的王一博 结果却被摇人到横店 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柯唐不顾及事实 非要整出一出移花接木的戏份 送他登上热搜 结果却成了麻烦的始作俑者 谣言四起 有人趁虚而入 制造话题故意甩锅 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扒出是故意诽谤 让人愤慨 这波传闻带着太多不识 牵扯到的艺人不在少数 其中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 针对这次无端声势 持续性的诽谤 月华愚怒了 直接选择了报警 邪不押正 自己的清白需要证明 同时这种的不良风气 更需要制止 都知道这次事件波及无辜 只有申政才不怕影子邪 王一博一向正直 更是清清白白 选择报警 更是立正清白 也直接回击了造谣者 更不允许这种事情持续发生 杜华先少出面为王一博发声 没想到这次居然出来 由此可见 事态的严重性和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开年就发生这种事情 维权之路任重而道远 月华娱乐需要更明确态度 强硬采取措施 才能制止这种不良风气的发生 都知道现在的王一博忙着人愚的拍摄 并且人也在北京 怎么可能会跑去恒店 实在是离谱 黑粉借机趁虚而入 无非就是一个目的 抹黑王一博 败坏他的形象 说到底就是羡慕极度呗 还是那句话 邪不压正 身正不怕影子邪 小黑们这次都跑步了 为自己的私欲买单吧 在王一博身上发生太多离谱的事情 如果不是他清清白白 做事有原则 光明磊落 放在谁身上 都要被拉下来 持续性的事情 一波接一波 在很多重大事件上 每个人的态度和处理事情的方法 就可以反映出来人品 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 可以红这么多年 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 棉花事件 国家利益面前 王一博面临巨额赔款 被耐克拉进黑名单 都毅然决然选择解约 一枪孤勇赢得满堂贺彩 河南水灾 捐款捐物 莫不作声 抢在一线出现在救灾现场 被人说成作秀 他都不为自己辩驳一句 河南小伙好样的 作品上映 黑搞满天飞 张冠李戴 移花接木被扣文盲 他依旧如故 直到拿下金鸡提名 打了多少人的脸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挟不压正 我们坚信不移 请小黑们适可而止 别为了荒唐的举动留下污点 没事看看王一博 堂堂正正做个人吧 王一博好消息 一波接一波 随着新年的假期结束 紧随其后的救世人鱼拍摄 也进去了杀青阶段 随后我们会等来出街的王一博 是不是很期待新鲜的王一博 时隔快一个月没有看到他了 着实有点想念 随着时装周的开启 想必各位都有所耳闻 那就是三月份 巴黎香乃大秀隆重登场 这次王一博会以什么方式出现 造型估计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上次的香乃大秀 一头白发狼尾造型 可谓是大杀四方 三平台全球推送东方面孔 成为国内男星中享受至高待遇的一位 哎呀 小肥妖可是每次都想谦逊一点 学着波波的低调态度 可是王一博实在是太争气 夸不够 根本夸不够 时尚圈颤抖的男人 行走的小香风 优雅与嘻哈风的交融 在王一博这里给你一个独具特色的呈现 与众不同 才能脱颖而出 让时尚大佬都感叹一句 王一博你的人气太高了 他们都在为你疯狂 你的时尚品味太特别 穿出了自己格调 别说我透出这么多 因为内心按捺不住想要看到新鲜的王一博 都说拍摄人鱼后 头发剪短了 并且在年前众多活动中 他都是带着假发出镜 更引来不少的人关注他的发型 不过盲目猜测一下 估计发型会短 短到何种程度 差不多类似于雷宇或者陈宇的长度而已 反正不是光头就对了 各位想看王一博光头的面头 还是打消了吧 搞不懂王一博这群摩托大军的想法 春节放假 他们可以把王一博的表情包玩出新花样 聊天用起来开心到飞起 考古各种曾经的过往 居然连底裤都被扒拉出来 更别说以前作为爱豆时期的王一博 那可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源头 如果王一博不做演员 继续爱豆的话 内娱基本上无人能敌 唱跳天花板 实力和人格魅力 红歌都可以开演唱会了 再加上舞台魅力 说实话 他的演唱会估计常常爆满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主推一个我乐意怎么吹就怎么吹 请不要拿别人来对标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受众也不同 我欣赏王一博 货真价十足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